天氣方面帶大家一起來關心 我們先來看看現在的實景畫面是台北市區 早上的時間其實看起來天氣狀況都還不錯喔 那在今天清晨時間是受到浮受冷卻的影響 在台北市區低溫只有17度左右 至於在其他地區的低溫 透過圖表也當年一起來統整 像在苗栗三彎 今天清晨低溫下灘11.4度 新竹關係只有12度而已 桃園的大溪也只有12.2度 南投阿新北市空曠地區 今天清晨低溫也是只有12度 但是白天受到高壓的影響性 這溫度也會開始初步的回升 我們來看到在今天清晨來說 在氣象署是有發布農務特報的 包含上市連江、新北市桃園、新竹縣苗栗跟台中 主要是在中部以北 能見度是不足200公尺 所以提醒大家開車騎車上路 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行車上面的安全 回過頭來看一下今天水汽上面的最新發展 其實今天白天來說 剛剛有提到就受到這高壓的影響性 所以白天天氣狀況都還不錯 而且水汽今天來說其實也相較比較少 所以今天大多是維持多雲時勤的天氣 那像這樣的好天氣會持續到什麼樣的時間 我們來看看這未來一週上面的天氣最新變化 從今天開始到禮拜四都受到這高壓的影響性 所以白天大多維持晴時多雲的天氣形態 但是要留意日夜溫差都還是比較大 那在這幾天的清晨容易會有直步的發生 所以在開車騎車上面大家要特別留意 來看到下一次變天的時間點是落在禮拜四的傍晚 禮拜四的傍晚受到東北氣風增強的影響性 北台灣東半部地區開始降溫轉雨 我們就來關心一下這幾天的溫度最新變化 在受到高壓回流的影響 週四之前北台灣都是好天氣 高溫甚至有機會可以上看29到30度左右 那至於在中南部來說 白天天氣狀況又更好了 高溫算是可以上看30、31度 清晨晚上會比較冷 低溫只有16、18 要留意日夜溫差還是比較大 高溫算是可以晚幸會 我們的視頻